洗脚图只有在夜间十点以后才刷新的丘陵战士 都有和男团一样的枪法意识 除此之外这成像对其毫无作用 这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洗脚图走路根本没有声音 被洗脚图打掉以后 迅速用SKAR模式开了一局 直接出生在西一楼 很可惜并没有回到刚才的战局 虽然不是同一局 但是在楼里发现被打掉的洗脚图 7.62AK一把 夜视仪镜子一个 虽然装备很一般 但是配备了7.62BP弹 再加一个夜视仪镜子 特在夜图让我们得心应手 改完包准备去东楼的路上 听见东楼的方向有枪声 而且还配备了消音 再去东楼的路上千万不要奔跑 让我们进步慢慢摸过去 寻找一下敌人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子 在寻找敌人位置的时候 听见一楼的方向枪声不断 至少有两名玩家正在打架 直接爆头一枪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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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有可能 110房间里有人 越认周围没有了声音以后 马上换上敌人的装备 一把散弹枪 还有一个双筒夜视仪 马上装填子弹 寻找另一个玩家的位置 这里请戴上耳机仔细听 敌人就在我们的右手边 而且在进行换弹 先扔手雷 看看是否能将其炸掉 先闪身确认敌人的位置 发现这个玩家并没有在房间内 基本确定这个玩家 就在我们的右手边 直接腰射将其拉掉 接下来又到了 我们最喜欢的填包环节 自演夜视仪一个 5级甲一架 P90一把 MK16一把 4级弹挂甲一架 点完包 身上也是满满灯灯 直接灯塔撤离 AGGY 我是专业的